喂? 喂,阿希 是 是誰? 認不出發聲嗎? 認不出 我改了燈號碼,你聽到發聲是誰? 是呀,我是阿希 你是誰? 認不出 那外國人是誰? 是阿強 是呀 喂,阿強 你好 很久沒見 是呀 那陣子你回到台灣還是哪裡? 是呀,應該是深圳 那深圳做什麼? 做生意嗎? 是呀 第一時間給你電話 問一下你 要問一下 我之前都沒有電話 因為我不知道 換了一部電話之後 做不回電話下去 是呀 我之前問一下你 突然間還沒 坐在電話面 直接辦 是嗎? 哦,好啊 是呀 明天香港過了 關閉字 你打給我 你打給我 這是你的號碼嗎? 是呀,你幫我等下 好 好 好,拜拜 拜拜 因為剛才那個電話很急 因為它打過來的時候 它是加852 然後是67 你一定知道這個電話 是不是香港打來的 因為香港打來不會有加852 你也猜到會是那類的 但你猜到會是順風 但你猜不到原來更流行 現在更流行這些 猜猜我是誰 猜猜我是誰 今天是第一天 它答應我明天找我吃飯 我猜明天那套路 就會打來 會跟你說 它又說 不見了錢 在深圳下不了 過關的時候 被公安卡住了 夾住了 要匯款上去給它 這套路都離不開這些 究竟是不是這一款呢 我想我明天就會知道 但在我的YouTube頻道 其實有一個位置 是有一個 這個欄目 是叫做 玩電話 這個就是七年前 玩過一個 放上去的高登巴打 這個就不是我的 這個是高登巴打幫我弄的 當時就玩了三集 究竟 這個又怎樣呢 這個會不會玩到三集呢 這個就 明天看看會不會 它會打來 打來的話 就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事態發展是怎樣的 但有一件事我想它想不明白 為什麼它會知道我叫阿希的呢 為什麼呢 難道它真的是我的朋友